这是灵力化音 有意思 灵力若是凝聚足够长的时间 在灵脉或者其他灵物的滋养之下 就会化形成为灵体 不错 如此强大的独灵之力 若是能好生炼化 展为己有 甚至有可能炼制成原因之体 并没有什么变化吧 这小子果然只是徒有其表 怎么会这样 这件盗袍就是我借毒灵的毒素所练就 而现在上面的毒素竟被强制奔离出来了 这好不都叙叙过了 瘦 我花费的食欲仔都没做到的事情 古云仅仅用了两炷香的功夫就做到了 怎么会这样 古宗主果然非同一般 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炼化这毒灵 真是十分了得 古宗主 不知你的那些血眼鳞鱼是在何处捕捉的 我愿意用任何代价来交换 任何代价 三木之之等修为的强者 轻易不会取下任何弄言 足以见得这血眼鳞鱼的珍贵之处 啊 血眼鳞鱼就在我明月宗的宝库之内 非我明月宗人士不得取用 不过 桑道友若是能够成为我们明月宗的客卿长老 多捕捉几条血眼鳞鱼 自然是可以的 甚好甚好 那我就先在这里谢过古宗主了 明月宗本身就是数千年的古老宗门 灵脉浓厚 这下可真是一举两得 那就这么说定了 等此次徒邀大会之后 明月宗随时欢迎桑道友 好好好 如此拉拢人心 看来古云这下是彻底在徒邀大会之中坐稳了地位 好了 咱们就暂且不多说其他的了 古宗主曾经到过妖族海域 不如在此事上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嗯 我是不建议诸位道友 主动前往妖族海域的 但是那浮游二位 估计连灵尊境界前辈 也无法与他们一战 而且一旦牵扯到这等境界的大战 恐怕星罗海会再无安宁之日 妖族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进攻内海 我们不进攻妖族海域 难不成妖族就不会主动进攻我们了吗 我看你就是怕了 不一样 只要我们不主动进攻 就会拥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备战 外海的修饰中 不乏灵尊境界的前辈 他们若能内迁 对我们也是一种保障 我们要尽可能地争取到他们的帮助 我认为古宗主说的很有道理 这一届修真联盟只有你们几位道友了 任何一个人都损失不起 是啊 只要我们等到妖族大举入侵之后 再偷袭他们的朝鲜 定能最大程度上 挫伤他们的元气 好吧 古道友 刚才那独灵你务必保管妥大 这也是我们面对妖族入侵之时的一大特征 独灵道友放心 我自会妥善保管 刚刚古道友说 外海修饰也是我们的一种保障 事实的确如此 我们在外海生活艰辛 斗法经验最为丰富 所以我们现在得即刻着手 召集外海修饰们来到内海 成立联合抵抗军 共同抵御妖族的入侵 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了 修饰们的宗门又不在这里 他们如何心甘情愿地 与我们共同抵御妖族 这有什么难的 那些外海修饰们 之所以在外海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 无非是为了多得一些宝物而已 只要赏资足够丰厚 我相信会有很多修饰 愿意帮我们去屠杀妖族的 灵师级以下的修饰们的确如此 可灵丹境界的修饰们呢 这些人根本不缺什么修炼资源 我们想要征召他们可没那么简单 你仔细想想 星罗海出现这么大的危机 连灵师修饰都被我们号召起来共同迎战 那些灵丹修饰又怎会甘左锁度无归 他们就是出于颜面 也会配合我们的 好好好 古宗主想的居然如此周全 当真是有勇有谋 那此事就暂且这么决定下来吧 都没有意义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徒妖大会的最后一项 煞血为盟 我们这里有一名前几天刚刚抓到的妖族奸细 就用他的血来祭天吧 喂 醒醒 这里怎么会有主人的气息 果然是如猛 他与陈萧宗受伤的那两名妖族一样 被镇妖剑锁伤 彼此不远了 必须要赶紧进行治疗 主 不行 还不清楚主人来此的目的 再吵的有多少灵丹境界强者 若是暴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定会连累到主人 反正我都已经这样了 妖族竟然派这次偷偷潜入我们新罗海内海 本子倒真是太大了 明日 我们便杀了这妖族 用他的血来启示 杀 杀 杀 姜宗主且慢 这名妖族不能杀 你 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是啊 谷宗主 你说这妖族不能杀 总得有个原因吧 莫非这妖族有着什么特殊身份 凭什么不能杀 无论这名妖族有着什么特殊身份 在我修正联盟的地盘上通通不好使 给我杀 谷宗主 我们不怕得罪妖族 这名妖族胆敢入侵我新罗海内海 凭这个罪状已经是必死无疑了 大家误会了 这名妖族并没有什么特殊身份 只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妖族而已 我之所以不让你们杀他 是因为他是我的座下谷宗 并不是妖族大军那边的人 什么 主 主员 原来如此 虎宗主 恐怕你来参加这图妖大会是假 为了就证明妖族他是真吧 你才是人族里最大的叛徒 老夫早就觉得你这死居心不良了 妖族与人族向来水火不容 你能收服临丹境界的妖族为仆丑 真当我们全都是傻子吗 哪怕这妖族真的是你的仆丑 你也要杀了他 我们兴罗海内海 不允许有妖族的存在 我之前就告知过诸位道友 我曾在妖族海域内生活过数年的时间 在那里我见过了浮游二妖 被迫在他们手下做事 也是在那里 我收复了数百渔民妖族修士 助他们突破临丹境界 此妖名为儒猛 就是其中之一 或许你们对妖族的理解有些偏差 儒猛只是妖族最底层的杂意 和那些即将入侵内海的妖族没有半点关系 甚至也对他们曾经的欺压之行恨之入骨 看来古道友今天是铁了心 一定要维护这名妖族了 诸位都是修真联盟的前辈 我们的目的也是共同抵御妖族入侵 若是诸位不相信 在下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不过这名妖族 今天我就定了 除了 虎云 你在做什么 竟然敢在这里放肆 等等 先看看情况 这 这是 妖丹灵液 你为何会有这东西 诸位道友 这种妖丹灵液 来自于一名妖族王者 妖族 王者 没错 这种妖族 被称之为上古戎族 上古戎族又是 莫非就是传闻之中 肉身不死不灭的强大妖族 我曾经在一次典籍之中看到过 据说上古戎族强者的身体 肌肉磐石 就连灵尊境界的前辈也难以伤其分毫 怪不得这名妖族能够恢复得如此之快 这上古戎族的血脉 本身就具有恢复之力 妖族天赋出众 且寿源悠久 真叫人忧虑啊 人族与他们相比 真是相差太远了 诸位道友不用太悲观 妖族并没有咱们人类修士这么团结 他们种族繁多 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太紧密 我所去过的妖族海域 也只是部分妖族的聚集地 据我观察 不同种类的妖族甚至都不怎么认识 他们彼此之间都很容易结仇 联合起来对付人族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 低阶妖族也会受到高阶妖族的欺压 比如这位如猛 他就沦为过一名杂役 没有高阶妖族在意他的生死 因此他才会投到我的门下 他对那些草菅人命的高阶妖族的仇恨 并不弱于在座诸位 对我人类修士前辈 我家主人所言都是真的 虽然我是一名妖族 但是入侵内海之事 跟我并没有任何关系 古宗主所言有几分道理 只是当前情况特殊 我们对于妖族不得不多一些疑虑 你们怀疑我呢也是正常的 我理解 我们并非完全不信任您 如果我们再发现其他妖族 会先送到这里让您审视的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古宗主请您老是待在这附近 不要轻举妄斗 不久后会有一些 隐世的灵尊前辈到来 届时一切都会明了 隐世前辈 你们要是有灵尊修士坐镇 为何还要如灵大敌一般 对妖族的入侵 如此恐惧 隐灵导友 不要随意透露前辈们的消息 诸位导友 莫非还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没有没有 我们对于灵尊前辈们的具体消息 也是一无所知 这些前辈行踪莫测 隐居之地也时常变换 但我们身为修真联盟的掌管者 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不久前 我们曾传信求金光上人出事 古宗主应该对这位前辈有所耳闻吧 早些年有幸见过一次 我们用专门的传讯令牌 每隔一阵子 就会将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 汇报给他们 但很少得到回应 前些日子 我们的人在外海 感知到了凤凰金破的灵力波动 就立即传讯给了金光上人 前辈在收到了这次的传讯之后 马上回应了一道灵力波动 由此我们推测 金光上人就无可能在不久后出事 看这家伙的表情 应该是没有欺骗我 原来如此 是在下多虑了 古宗主没有多想就好 没其他事的话 咱们今日的大会就到此结束 直到下次大会前 大家各自做好该做的准备吧 是一名凌尊敬界的强者传信给我 他应该不认识我 但似乎对我有些不满 算了 兵来将挡水来土野 反正以我现在的实力 足够应对凌尊敬修士了 官备古云 拜见前辈 你就是古云 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晚辈是南越国修士 当年跟随凤鸣家族登上凤岩岛时 有幸见过前辈一年 晚辈当时的修为并不高 所以没有给你留下太真的印象 凤岩岛 凤鸣家族 我想起来了 当年的你 修为也不过临时境界了 现在竟然已经修炼到了灵丹境中期 而且你身上似乎还有一种让我难以看透的强大气息 看来这仅然你的机缘不小了 不过 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丝我修炼的金蛇的气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金蛇 我在熔火之园时 的确捕捉过一条金蛇 这金蛇 原来是金光上人的 难不成 他一定得知了 我曾去过熔火之园的事 古小友 当我了解你在明月宗的经历时 就已经对你有所猜测了 现在见到你 我更加确信 你应该已经得到凤凰金破了吗 小友虽然面不改色 但是沉吟这么久 怕是被我给说中了吧 我听说了 小友背后有着一位灵尊道尉 不过 依我看来 这位道友要么身受重创 要么寿远即将耗尽 否则 他凭什么会照顾你这个晚辈 他这是在威胁我 想让我交出父皇金破 不过 我想不明白 金光上人为何就确信 这父皇金破 一定在我身上 古小友 我已经给你几分剥面了 我知道你的修为不低 日后境界灵尊境界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现在的你根本无法若靠 我出手将你面杀 无非吹灰之力 只是老夫不屑于做这种随意屠杀晚辈的事情 所以趁着老夫心情还不错 赶紧把凤凰金破给交出来了 这小子吓疯了 前辈怎么如此肯定 凤凰金破就一定在我身上 怎么肯定 当初老夫进入荣火之园搜寻凤凰金破时 遇到了明月宗的大长老 开始 我以为是他动了老夫的惊蛇 后来 他说是来自追击一名灵尸修士 但是却失手 老夫便信了他 几十年后 明月宗突然更换宗主 你的经历又如此特殊 老夫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你是否就是那名被追击的灵尸修士 毕竟你如此年轻 却能修炼到这等境界 修为还不弱于任何修真联盟的灵丹修士 若是没有机缘 怎么可能 此人当真是一个心思缜密之人 这么久之前发生了极小细节 仅都能让他一一姑娜 得出准确的推算 不过 我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 才询问这个问题的 你在干什么 不对 这机器很危险 他根本不是在任中门问你 而是想拖延时间 找机会偷袭我 缺取一个灵丹修士也敢与我叫吧 这只是自寻死路 可恶 小子 你 神族 你居然得到了神族的传承 神族 你居然得到了神族的传承 清光上人也知道神族 而且 看上去他对神族的了解还不少 狗道友 千万 我无意与你为敌 并且有要事想和你商量 哦 说来听听 古道友 是我在下刚才唐突了 没想到道友竟然得到了神族的传承 刚才我逼迫道友 教出凤凰金破 实属得罪 不过道友也重创于我 咱们算是两不相欠 古道友虽然年纪轻轻 但是心胸宽广 日后必成大事 老夫再次先赔罪了 老夫这里有一只灵棒 其中可能蕴含大量的神力 此物就当做老夫的赔罪之礼吧 这是灵珠 这枚灵珠若是拿到外面 所以震害所有的宗门了 古道友 在下对神族略有了解 这灵棒就取自于一处神力极为浓厚之地 那里还有着无数珍宝 既然道友如此有诚意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果然神力磅礴 多谢激光道友了 哪里哪里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知道神族的 我 我看过一位灵尊巅峰进阶前辈的记载 若想突破这方世界 周围更进一步 必须要借助神族之力 金光道友 在面对重宝之时 许多人都会做出不恰当的选择 我可以不追究此事 但你必须将你所知道的全部事情告诉我 如此一来我才会考虑与你合作 若你再有隐瞒 那就休怪在下无情了 古道友放心 我定然极为诚心的想要与你合作 而且我还有两位灵尊进阶的道友即将出关 到时咱们四人可以一起去探索神族隐秘 还有两人 整个星罗海中 有谁能够抵挡三明灵尊强者 如果他们三人联手 岂不是对我无力 你说的挺好 可我凭什么相信你 古道友是怕我们联合起来针对你吧 等你听我说完 你就放心了 古道友虽然已修炼成神族 但或许对这个世界还值之甚少 数万年来 人类修士们一直想要突破这方世界 只可惜有一种特殊的禁锢 让我们始终无法离开 古道友 你知道那禁锢是什么吗 请金光道友赐教 就是神族 不知古道友在外海时 有没有听说过神月前辈 神月前辈是数万年来 人类修士中的境界最高者 他已经修炼到了灵尊境界后期巅峰 甚至只差一步 便可迈入传说中的化神境界 然而即便是他 也无法破开虚空 离开这方世界 神月前辈 话说我还针对他有些许了解 我曾去过他的神月洞府 是吗 古道友你去过神月洞府 你在神月洞府里发现了什么 那里是否有神月前辈的遗物 你先冷静一下 神月洞府虽然名为洞府 其实只是一方巨大的空间 连妖族对这空间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只是派了很多低阶小妖 驻守在那里 根据典籍记载 神月前辈似乎已经找到了 离开这方世界的办法 然后便在妖族海域中创建了神月洞府 不过这些都只是传闻 我了解的也不多 依我来看 神月前辈应该与妖族颇有渊源 如今妖族准备大举入侵星罗海 不知金光道友是否是为此事而来的 那些星罗海修士的死活 与你我有什么关系吗 竟然名言不在乎这些人的死活 若是被修真联盟的人听到 也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古道友 说起妖族入侵之事 你是否知道黑海 黑海之中宝物丰富 跟外海其他地方有很大的区别 在那里却有一处神族的遗迹 我方才赠给道友的聚棒也是从那里得到的 黑海岛 我曾去过几次 金光道友突然说起这个事 我猜想妖族的目的很有可能就是黑海岛 他们妄图以攻击人类修士为噱头 将外海修士们驱逐回内海 让我们人类修士形成对攻之事 他们就可以在黑海安心搜寻神族的踪迹了 黑海岛的神族遗迹 不好 我突然想起来 曾经在那里见到过另外一名 得到神族传承 叫做 无尽的修士 另外一名得到神族传承的修士 他也有古道友这般境界的修为 他现在在哪儿 他已经陨落在了神族遗迹中 身外化身 落到了妖族手里 妖族海域之中强者无数 一旦他们用搜魂之术 搜寻无尽的记忆 发现我也得到了神族传承 那危险就大了 我现在虽然可以堪比领尊修士 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有所欠缺 与这些领尊修士合作 很有可能会世界灵人 我明白金光道友的想法了 不过在下虽然对这方世界的隐秘 有些兴趣 以我目前的修为还不及于这一事 古道友还是信不过我嘛 我可是有着很大的诚意的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此物 此乃神月前辈所炼制的空间法宝 等同于储物袋一般 但其特殊之处在于我等修士 也可以进入其中 妖族入侵势不可挡 外海将被夺取 黑海也会成为他们的领地 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次机会 再想进入黑海搜寻神族的秘密 就来不及了 金光道友 你是临时决定让我加入的吗 是 我的确是临时起义 古道友已经修炼成了神体 再加上我们三人的力量 进入黑海一定会大有收获 好好考虑一下吧 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怪处啊 现在去就安全吗 你就这么有把握 内海出现过一些漩涡阵法的事情 你知道吗 通过这些漩涡阵法 再使用我所掌握的秘法 可以直接安全地到达黑海 有这么神奇吗 不错 我们提前抵达黑海 然后在妖族控制黑海之前 尽快探明黑海岛的隐秘就行了 古道友 我相信此情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而且 我还可以将这则真神法门传授给你 以后你可以用它到达无数个地方 这个法门对我来说 有获利确实很大 之所以不想再去黑海 于是考虑到我刚修炼成神体 探寻神作隐秘的意义不大 另外则是担心 妖族现在已经到达了黑海岛 可金光上人都这么说了 好吧 我答应你 太好了 我们这就出发 是灵尊进界前辈的信息 他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快 所有修真练魔都修饰 立刻随我前往迎接灵尊前辈到来 我的两位道友来了 古道友 这两位道友分别是云启上人和顾小如居士 跟我都是顾交 云启 小如 这位便是我跟你们说起过的古云 古道友了 好强的气息 这位古小友当真是年少有为啊 不错不错 如此年轻就能有灵丹中气的修为 若小友能够与我们一同探寻神族之地 我愿意再拿出一些宝物来赠予小友 看得出来 这两人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值得提携的小辈而已 这可不是好迹象 天辈 我怎么感觉自己像个跟班似的 突然又不太想去了呢 别别别 别呀 你要怎么回事 古道友之前根本就不想去神族之地 在我的苦心劝说下才肯答应 你们现在有这般态度 什么 三位灵尊前辈急急降罗奏 这盛况几千年没出现过了 若是能够得到一件灵尊强制的提点 这家伙怎么也来了 看什么看 什么情况 古云和三位灵尊前辈坐在一起 竟没有丝毫窃掌 这古云真是年少无知 怎么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知道 遇到三位前辈是多好的机会 他居然是这样的 他 我 我是眼花了吗 这古云究竟是什么来历 竟能让灵尊强制如此恭敬地对他行礼 方才我有些轻视古道友 还请古道友不要见怪 你们来之前 我跟古道友聊了很长的时间 古道友肯定不是那般小气的人 他知道你们两位道友身居高位 还常年闭关 有些傲气是很正常的 旁边那几个修士你还记得吧 听说前阵子古道友还跟他们一起商议过抵抗妖族之事 那个叫独灵的晚辈对你可是十分的不满呢 你们几个过来一下 是 晚辈独灵拜见几位前辈 别废话了 老夫知道你们几个叫什么 说吧 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病 病前辈 我们修真联盟已经开始着手抵抑妖族入侵之事 想必前辈们对此也有诸多了解 够了 闭嘴吧 此事你们自行处理就行 不必跟我汇报 古道友 听说你之前还与这群人废话半天 瞧他们唯唯诺诺的样子啊 何必再陪他们浪费时间呢 古道友 这位灵尊前辈竟然称呼古云为道友 什么情况 难道古云在我们面前紧藏了自己的真正修为 那我先前对他那般态度 罢了罢了 赶紧让他们回去吧 既然古道友都这么说了 独灵你可知错 晚辈知错晚辈知错晚辈不该在背后议论前辈 给我记住了 倘若我们三人不在 古道友便是这新罗海之主 你们若是再敢有任何违背 我等绝对不会轻饶 是 是 你们快退下吧 是 晚辈告辞 古道友 族队的事情你决定好了吧 没问题 我愿意与你们一同前去 很好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一起坐我的非洲过去吧 对了古道友 这便是漩涡阵法的使用法门 我相信古道友应该比我更容易看懂 时间紧迫 大家边走边看吧 古道友 这里便是一处漩涡阵法 从这里 可以直接通向神族的隐藏之地 诸位道友 我们立刻出发吧 这阵法维持不了多久 不抓紧进去 可就赶不上了 古道友请看 那里便是我所说过的神族之地入口 你看到那个发着紫光的阵法符文了吗 这便是神族之地的最后一道防护 只要再通过这处阵法符文 咱们就能到达真正的神族之地 这是 好强烈的神力 想不到 只是处在这入口之处 就能见到这般壮观的光景 这么多神力就放在这里 可太浪费了 抓紧趁这个机会 吸收一些吧 得到多少都是赚 什么情况 难道是 小友 当心 就这么几个小妖 还想伤我古道友 痴心妄想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凶兽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可是风平落尽的呀 我猜这些凶兽的出现 应该是与古道友有关吧 古道友是神体 刚才在符文那里吸收了不少神力 或许这些妖兽正是为此而来 难道几位道友之前来的时候 没有遇上什么凶兽攻击你们吗 是啊 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只 对我们也并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我们没有吸收这里的神力吧 我们还是尽快找到自己所需的隐秘 让古道友解答吧 此处不能耽搁太长的时间 否则再有更加强大的凶兽出现 我们就抵挡不了了 咱们若是同行的话 恐怕行都会受到阻碍 怎么回事 这些凶兽竟然完全由神力所构成 而且由我亲手击杀的凶兽 会化为神力原型 并被我所吸收 既然如此的慌 要不这样吧 诸位道友先去搜寻自己的隐秘 等到我将这些凶兽全部消灭之后 再与你们会合 一一解答大家的困惑 这个提议不错 既然如此 这里就暂时拜托古道友了 我们几个先走吧 道友 多加小心啊 好了 接下来便是尽情吸收神力的时间了 附近的凶兽全都消灭干净了 好吧 古道友 正好我有一处疑问 想请你解答一下 前辈不用这么客气 本来这就是我答应好的事情 也正是我来此的目的 不是吗 古道友爽快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之前击杀了一头凶兽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消散于无形 我感觉他有些特别 刻意带来给古道友看看 哦 居然还活着 看来那果真有些不一般 出来吧 这是 妖丹 这只凶兽身上居然有着这种宝贝 的确是一枚妖丹 而且 不同于普通的妖丹 它蕴含了非常浓厚的神秘 看来 前辈找到的这只凶兽身上 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股神力在普通妖兽身上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可以肯定的是 这头凶兽 发生了某种变化 金光道友 你来找我 应该不仅仅是为了这只凶兽吧 古道友当真是神机妙算 这只凶兽 只是我顺手带给道友看看的 我还想要带道友 去另外一个奇妙的地方 古道友 就是这里了 这个神力之眼 在不时地涌出神力 我想请教一下古道友 我能否借助这些神力来修炼 这 恐怕有些困难 若是没有得到神族传承 很难将这么赋予的神力 给吸收 这古神力 在试图侵证我的丹田 有些 绝对不能让这些东西得逞 有些 难道此处 有着更加强大的神族存在 毕竟已经发现了我的到来 金光道友 我们何时才能离开此地 古道友 你为何突然有这种想法 要想离开此地 至少要等到十日之后才行 十日啊 好吧 期间 我就待在平台那里 等你们 那里相对会安全一些 你还有什么事情 就趁这段时间 赶紧处理一下吧 古道友 我们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两位在这里 等了多长时间了 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协助吗 是的 我们二人找到一处 比较奇异的地方 想请古道友帮我们看一看 好 那就请两位 在前面带路吧 这是 神力波动 而且这些神力 似乎跟方才轻视我的神力 有些类似 古道友 请看那边 那里有一处十分特殊的神力宫殿 这 我们已经进去过了 没什么危险 古道友 请吧 好强大的神力 越往临走 感觉就越明显 你们社圈将我引入此地 究竟是为了什么 怪不得你能得到神族的传承 头脑果然非常聪慧 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你只去知道 我对你并没有敌意 古云逍遥 你没让我失望 终于还是得到了神族传承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若你真有诚意与我合作 就要献出真身来 否则 让我怎么相信你 若是能够献出真身在你面前 我又何必费这么大力气 将你引来此地 直接把你抓回来 不就行了 古小遥 别这么紧张啊 你以为你现在 就是一名真正神族了吗 你不过是堪堪修炼出了 神体的雏形而已 神族的真正力量 远比你想象的 要强大得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修裂数万年 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神族 说说吧 你到底想要与我合作些什么 很简单 我只需要你为我收集 并带回来一种特殊的神力 什么神力 和你身上的那股神力 一模一样的 金元古神之力 什么 和我身上一样的 金元古神之力 没错 只要古小遥为我带来 大量的此种神力 咱们的交易便算是完成了 到时候 我会传授给你一种 吸纳神力的特殊法门 让你提升修为的速度 大大增加 那样的话 很快你就可以掌握 神族真正的力量了 古小遥 你带着这件宝物 只要有那种神力出现 便将其吸纳 收集到其中 对 就是这样 小遥果然悟性非凡啊 这个玉盒到底是什么来历 既能吸收 我是否出的神力 这种金元古神之力 似乎非常特殊 对那神秘人 有着某种用途 古若真帮他完成了任务 说不定 他连我身上的这点神力 也不会难过 古小遥 只要你拿好这玉盒 方圆时长范围的迷雾 也会减弱很多 对你的遁形 有很大的帮助 哦 我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告辞 开玩笑 想我再回到这鬼殿中 我是傻的吗 反正时候就能离开这里了 若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古道友 等等我们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两人也会跟随你同行 让我帮忙 还要派你们两个来监督我 古道友请见谅 我们两人也不是故意反扰你的 都是前辈的嘱托 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 有本事 你们就自己跟上来吧 古道友 这处神力之眼内 好像就有那个人 想要的晶云古神之力 吸收一下试试吧 有意思 正好我想要看看 这神力之眼 若是遇到凶兽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神力之眼 果然十分奇特 其中的神力 居然还会吞噬妖兽 再试探一下 看看能不能 全都吸进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神力之眼 刚刚还是有反应的 怎么现在 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走近一点看看吧 什么 我一接近 玉盒又开始吸收神力了 难道要完成吸收 必须得让我和这玉盒 离得很近 难怪那人 一定要我来完成这任务 真是太古怪了 古道友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已经在此 等候你多时了 传送阵法 不久就会打开 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 好 阵法一开启 咱们就走 等等 古道友 应该要按照约定 先去拜见那位前辈吧 难道 你想就这么离开吗 前辈 什么前辈 拜不拜法那家伙 是我的事情 与你们有何干系 倘若你们二人 对我有意见 大可放马过来 不过就凭你们两个的实力 恐怕不是我的对手 古云 就算你的修为很高 又能高过那位前辈吗 既然你不听从那位前辈之言 就修怪我们二人无礼了 几位道友 切莫伤了何气啊 我们本是一起来此的 你们究竟是为了何事 在纷争啊 你们两个别再浪费口舌了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既然古小有执迷不悟 那就修怪我们不客气了 鱼琪 小若 你们疯了吗 不自量力 你的修为 难道已经超过了灵尊境界 这 云姐和小如的实力 已经是人类修士中的佼佼者了 普通人类修士和神族之间 居然有着如此之大的差距 古道友 等等我 古云道友 你就这么走了的话 前辈不会放过我们的 这东西还给你们 里面已经收集了一些神力了 多谢古道友 多谢古道友救命之恩啊 发生了什么 这鱼盒为何又自己飞走了 什么 古道友 不 云姐 你们失败了 准备接受惩罚吧 不 不 前辈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们一定 啊 古道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云姐道友和顾道友是被人给胁迫了吗 我也不清楚具体的原因 不过既然咱们已经出来了 这些事情不考虑也罢 眼下最重要的是早点离开此地 啊 这不是古道友 你放他抛出去的玉盒吗 他怎么跟着咱们过来了 啊 真是阴魂不散 金光道友 这件事情极其复杂 我劝你 还是别掺和静来为好 呃 好吧 既然此处事情一了 我还有一些杂事要处理 就先告辞了 古道友 这是我炼制的传星令牌 你以后若是有需要我的地方 便可驱动此令牌 找到我的踪迹 道友再见 多保重 这个玉盒 罢了 先收入到混沌空间里吧 古小友 换我何事 这 这是什么地方 灵力居然如此浓厚 还有这么多的珍宝 看 这珊瑚恐怕已经生长了五六千年之久 灵力极为充裕 这里还有一只深海巨蚌 少说也得有三千年了 这里就是黑海领域 前辈随我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这里真的是黑海啊 我已经有数千年没有来过这里了 我们接下来去什么地方 先去黑海岛上看看吧 我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玉盒 不得搞清楚 它究竟有着什么特殊之处 这玉盒之处 果然有苦怪 幸亏我早有准备 将它放入到混沌空间内 小友既然有心情了研究这玉盒 想必已经离开神族之地了吧 这里是什么地方 看起来并不像黑海周围的岛屿啊 你是什么人 居然藏在这玉盒之中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我是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算是什么东西了 小友 你也太偷懒了 我让你帮我搜寻那种特殊的神力 你就只收集到了这么一点 而且你还打算直接逃离神族之地 幸亏我早有准备 否则还真让你小子给溜了 想知道我是谁 我的名号很多 不过最常用的一个嘛 视为神月老人 不知小友有没有听过啊 什么 神月老人 神月老人 不是已经作画了吗 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 视为神月老人 不知小友有没有听过啊 什么 神月老人 神月老人 不是已经作画了吗 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 老夫的确是已经作画了 不然 怎么会以这种破碎的状态存在着 这么久以来 我一直隐藏在那玉盒中 期待着有人 将我从那神族之地中带出来 你若想离开 谁能拦住你 云起上任他们 不能将你带出来吗 而且还会对你唯命适从 小友有所不知 他们虽然听命于我 但是并没有修炼出神体 我跟随他们会被阵法阻挡 只有在小友的身旁 受到神力必要 我才能安然离开 如此也多谢小友带我离开了 作为报答 我可以回答小友一个问题 感觉他不像是在说谎 你能告诉我 神渊洞府内 那巨大的漩涡究竟是何物吗 背后隐藏着的强大存在又是什么 那巨大的漩涡 其实是一个神族阵法 通过这阵法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至于背后所隐藏的 是神族中的一名神王 神王 不错 他虽已陨落 但是并没有彻底死去 而是陷入到了一种长久的沉睡中 若他有高游日醒来 那将会是一场毁天灭地的灾难 我要做的就是 在这位强大的神王苏醒前 离开这方世界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存活下来 古元 你知道吗 我曾经只查最后一步 就离开这个该死的神域世界了 那日我即将破开虚空 可惜就在最后关头 一名强大的无闻神祖突然出现 发出一道神念将我重创 我也就此作画 都管那个该死的家伙 让我失去了一切 还好在我鼎盛时期 留下了大量的残魂 即便本体死后 也可以依靠这些残魂狗活 甚至重塑肉身 不过 我根本没有必要重新开始 你的肉身就是我最完美的选择 不仅修炼成了神体 甚至还有凤凰精霍融合 当真是绝世罕见的宝贝 顶小友 跟你讲了这么多 现在你可以将肉身 放心交给我了 狂狂的家伙 你这是用的什么血术 竟然妄图夺取我的肉身 你以为我会留在这里 坐以待毙吗 邪术 老夫在神族之地钻研多年 掌握此神力烈花之法 为自己所用 如果你妄图逃脱 我只需轻轻打出一道神力 便可将你囚禁在此 不信的话 你大可以试试 他竟然参透了如此特殊的 神力修炼之法 而且 这特殊的力量 很可能就来源于 那名极其强大的神王 必须得想办法破局 别想了 以你现在的修为 根本无法逃脱我的掌控 你别看我试掌法局很慢 我是为了一次性成功 不想伤了你这具肉身 你若是还想逃脱 我建议让你多吃点苦头 我并非不能逃脱 我只是 想与前辈合作 独射之势 有违天道 前辈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怕日后生出心魔吗 我可以与前辈合作 为你寻找神族传承 以前辈的力量 凝聚神体 是很轻松的事情 到时我们联手破开虚空 岂不是更容易些 顾约 你也太天真了 我面前有着一具 这么好的肉身 又何必去选择 再次修炼神体呢 你以为 一切都是以神族为尊吗 你错了 我们人类的肉体 才是天地灵力的集合 只有人类修饰 才不可泄量 神族的修为 与其血脉相通 你为我去找一个 低级神族的传承 就想打发我 简直是在做梦 乖乖接受你的命运吧 看来谈判彻底失败了 顾小友不必害怕 这夺势很快的 不会有任何痛苦 我早年曾经 求尽了一只大妖 隐约上古戎族 日日夜夜 受到无尽的痛苦折磨 小友若是不想跟他一样 那就老实地待着 否则 休怪老夫心狠手辣 上古戎族 原来是你干的呀 那个上古戎族的大妖 已经被我给放走了 什么 你居然发现了那处密室 算了 不重要吗 你的这具肉身 快就要落到老夫手中了 究竟是谁给你的自信 人呢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极强的神力阵法 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呀 封房之灵 五月 你是怎么得到封房之灵的 去 我的神力 我的神力呢 你对我做了些什么 激动什么 我不过夺走你一些神力而已 而你在不久之前 还想夺走我的肉身呢 神月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 反而留你一次神魂吗 小子 你是想得到我的秘密吧 这世上知道这些隐秘的人 绝不会有第二个 妄想从我口中 套出这些隐秘 休想 不错 我的确是想得到这些秘密 你忘了吗 我之前曾跟你说过 要与你合作 现在 我的想法也没有改变 合作 合作 好 古小友若是能够与我合作 我可以考虑与你分享一些隐秘 哼 连变得比翻书都快了 那你先告诉我 神族之地到底是什么 神族之地 其实就是古神神力散发的一处地方 有的地方是神族陨落之地 有的地方 则是神族沉睡之地 神族之地除了神族隐秘之外 还会出现一些人类遗留下来的痕迹和宝物 那么你构建神月洞府的墓地 是什么 你与妖族又达成了何种协议 既然古小友曾经记录过神月洞府 那么老夫也不隐瞒什么了 当年 我曾试图探寻那强大的神族隐秘 便与妖族强者达成协议 共同修建神月洞府 实际上 神月洞府的雏形早已存在 只是我们加以改造 起了这个名字而已 古小友 我说了这么多 你能否回答我一个问题 现在的神月洞府是什么模样 风暴之灵又为何会落入你的手中 古小友 我说了这么多 你能否回答我一个问题 现在的神月洞府是什么模样 风暴之灵又为何会落入你的手中 我在神月洞府之内待了近千年 其中死去的灵丹镜以上的修士 不计其数 可无论是谁 都没有彻底收服风暴之灵 甚至都没探明风暴之灵的隐秘 我可以告诉你 风暴之灵已经被我所掌控 巨型漩涡阵法也被激活 此刻的神月洞府 已经彻底的改变 什么 你竟然完全收服了风暴之灵 那恭喜小友了 有了这风暴之灵 古小友可以先控制住浮游二妖 只要能将它们控制住 你便可以掌控大半个妖族 到时候整个星罗海 都是你的囊中之物 小友可能还不了解 浮游二妖的真正潜力 这二妖若是成年后 会融合为大妖浮游 足以号令整个妖族 而且单凭浮游之力 就可以破开虚空 离开这方世界 到时它便是这世上最强大的生灵 可以毁掉所有人类修饰 那身亡不知还要沉睡多久 甚至可能在你寿院耗尽之前 都不会苏醒 但这浮游二妖几万年内 令它成长起来 这浮游二妖成长到成年之后 恐怕真有神月老人所见得那么强大 的确的地方 他们肯定是以为 我在神月洞府内 发现了什么隐秘 所以才会追踪我 这次进攻新罗海 说不定也与此事有关 多谢了 女儿 你要干什么 赶紧放了我 放心 我以后有事 还会来询问你的 等我修炼到灵尊境界后 自会帮你搜寻 神族传承的下落 并放得出去 接下来去哪儿 黑海岛主岛吧 看看能不能过去解个漏 无尽与他的身外化身已死 但他在黑海岛上经营了这么多年 有着偌大的店铺 不可能就这么消失了 说不定在他的收藏中 有着不少神族宝物 好嘞 这事就交给我吧 这么多年过去 黑海岛上的店铺 变化似乎不是很大吗 顾小友 你所说的店铺 是否就是这家 先去看看吧 这么多人 或许有什么宝物呢 周前辈 今天我们店铺并不营业 不营业还这么多人 难道是在举行拍卖会 我就是来参加拍卖会的 前辈请留步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区区一个低阶修士 也敢跟我如此说话 老子今天就要进去看看 你若是再阻拦 就先把你给杀了 把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此物非常难得 特别是近来 谣传妖族入侵之事 倘若此事为真 此物绝对有保命的功效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月华初所吐出的黏膜 就与此关的作用差不多 一旦藏到这棺材中 便可隐匿自身气息 的确是一件 可以保命的宝物 五千零食 这件宝物我要了 诸位给我一个面子 五千零食 这件宝物我要了 诸位给我一个面子 在下对这件宝物 也很感兴趣 而且这种级别的宝物 区区五千零食 怎么可能买得着呢 我出七千零食 倒有莫非 连这个面子 都不给我林某人 我林某人想要的东西 还没有得不到的 林道友 我们这里的东西 都是价高者得 你若是想要 可以出更高的价格 若是你再威胁 其他道友 休怪在下 将你逐出拍卖会了 东西我要定了 钱我不会再多出一份 既然如此 那我们这拍卖会 不再欢迎道友参加 请道友赶紧离开吧 赶我走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 竟然还赶我走 若是吴静在此 我也许还会有些惧怕 现在吴静已死 你凭什么赶我走 虽然吴前辈消失多年 但我相信 他肯定没有作画 哪怕吴前辈不在 此地也不是你可以 肆意妄为的地方 最后劝你一次 现在立即离开这里 我还可以当做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否则 我今日必将你诸善于此 你 前辈 就是这两人私闯进来 古云 你竟然还敢来这里 宋丁文 宋前辈说 他是古云 听闻吴前辈 曾高架学长捉拿古云 这家伙 竟然会自己找上门 快把他给抓住 他就是吴前辈 一直想要找到古云 若是能抓住他 或许 可以找到吴前辈的下落 你就是宋丁文 你 你要干什么 宋前辈 可恶 大家烧了他 敢敢在这里当众杀人 竟然是对我们赤裸裸的挑戏 禀带弟子们 搜索结阵 前辈饶命啊 我等于这家殿堡 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来参加盼卖会而已 我们不过是 灵师境界的修士 前辈饶过我们吧 太恐怖了 这只猴子究竟是 何等强大的修为 对付这群灵丹修士 如同那四一只只蚂蚁 罢了 让不相干的人走吧 赶紧跪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你方才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要 灰溜溜的逃走了 前辈饶命 刚才是我狗眼不识泰山 我愿意拿出 我所有的宝物 送给前辈 你以为老子 稀罕你的东西 慢着 且留他一命吧 或许日后有些用处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饶命 在下林青安 是黑海岛凶事 在此地生活多年 前辈若是想要知道什么信息 晚辈一定竭尽全力 帮前辈解答疑惑 算你是食物 等需要的时候 我自然会找你 果然不出我所料 此物是由岳华出的同族 炼制而成的 而且这林冠 更加坚韧 可以长久使用 古道友 这应该是今日拍卖的宝物 你看看有什么需求之物 这拍卖的东西中 果然有不少宝物 竟然还有一枚超级换铃丹 这是 又一块神月洞府的牌匾 何人胆敢在此闹事 何人胆敢在此闹事 说你是什么人 此人是不是古云 你们有没有想起 多年之前 我们曾经追杀过他 竟是此人 我记得 当年我还是一名灵师秀士呢 他的模样似乎没什么变化 的确是古云 我想起来了 我这里还有他的画像 古小友 就是这群人 当年胆敢追杀你 若是当年放我出来 他们早就死干净了 诸位道友 这个古云 可是当年 吴前辈想要寻找的人 我们若是杀死他 或许可以找到 打开吴前辈洞府的方法 古云 吴前辈现在身在何处 你又为何会来这里 别跟他废话了 先废了他的修为 然后施展搜魂术 一切不就了如指掌了 真是不知死活 古道友 让我将他们尽数杀死吧 不必 我有些事情 想要了解一下 你们几个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谁了解得多 便可以活下来 好大的口气 竟然要把我们全部杀死 真把自己当成是 无尽一样的实力吗 有本事你就来试试看呀 这古未亚 你 你怎么会有这种实力 别说废话了 你们之中只有一个人 能够活下来 谁回答的问题最多 我就给谁活命的机会 我说我说 前辈您为什么 我都能回答 我跟随无尽多年 他的一切隐秘 我都知道 前辈 我之前是无尽的贴身仆座 我什么都愿意告诉你 而且 我这里还有拍卖会宝库的 开启之法 宝库 不错 这宝库之内 还有不少宝物 前辈虽然修为高深 但其中 肯定还有前辈 能看中的东西 金道友 你跟随他 去把那些宝物都取来 好嘞 老实点 把所有的宝物都拿出来 不要妄图逃走 否则老夫立刻杀了你 好好好 前辈您轻点 前辈 其实当年追杀你那件事情 都是无尽他一个人做的决定 我们只是放命行事而已啊 少废话 我想要听到些有用的消息 无尽的洞府在何处 如何开启 前辈 我知道无尽的洞府所在 那里距离此处不远 我可以带你前去 好 那么 关于神月洞府牌匾 谁又有所了解 前辈 我知道此物 此物 乃是神月老人 遗留下来的宝物 据说是 开启神月洞府的秘址 这些道听途说之事 我不想听 我只需要知道 确切的信息 这 和神月老人有关的东西 实在是太过诡异 莫测了 而且价格 也不算特别高 若是此物真的价值连城 吴京为何不自己留下来 反而要拿出来 在这拍卖会上拍卖呢 不瞒前辈 我在这店铺工作多年 已经有不下 十个神月洞府的牌匾 被售出去了 即使是现在 宝库里也还存着不少 你说什么 晚辈所言 绝对千真万确 而且除了在黑海岛拍卖的这些神月洞府牌匾之外 其他岛屿上也曾有神月洞府牌匾出售过 那吴京身上这么多的神月洞府牌匾 又是从何而来的 若是他四处搜集来的 又为何要再次受出去 难道 吴京与神月老人相识 若真是如此 神月老人除了神月洞府的牌匾之外 恐怕还有其他的后手 让我进去查探一番吧 哦 看来通过每一块牌匾所能进入的空间 都多多少少有些不同 啊 小友 你我真是有缘 没想到你居然能找到这里来 一个新的残魂 看他的样子 似乎并不认识我 难道神月老人的残魂之间 并不共享记忆 前辈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咱们应该没有见过面吧 哦 可是小友身上的气息 令我非常熟悉 我们应该是在某处见过 而且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小友是已经得到了神族传承吧 我的猜测没有错 这两个残魂 分别存在于两个独立的牌匾空间 而且 两者之间并不是联通的 前辈 你是怎么看出 我身上的神族传承呢 哈哈哈哈 小友知道我是谁吧 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只要你听我之命 我将有一个大造化送给你 老夫的灵力 不足以支撑太久 我这道残魂马上就要陷入沉睡了 等下次苏醒时 希望能与小友再相见 真的搞不懂 这神月老人 再打什么鬼算盘 顾小友 宝库之中所有的宝物 我都取来了 给 看看有没有能用的 啊 里面竟然还有神月洞服的台面 而且不止一个 足足有十个之多 古道友 你也看到了 这家店铺似乎有些蹊跷 我觉得这群人未必会说真话 不如让我全部吞掉他们的魂魄 必定可以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呃 前辈饶命啊 我等绝对没有欺瞒之心 您就放过我们吧 等等 我知道一件事情 前辈一定会感兴趣的 哦 是吗 说说看吧 若是你敢胡言乱语 匡辩于我 你是知道后果的 前辈 这个隐秘十分重要 我希望能跟前辈单独说 不要被其他人听到 来吧 现在你只要把你所要说的话 在心中想一想 我便可以听到了 好的前辈 晚辈名叫何俊逸 我所要说的这个隐秘 绝对千真万确 晚辈说出这个隐秘 只求能够活命 放心吧 我并不是什么试杀之人 刚才那些话 都是吓唬你们的 只要你的信息为真 我肯定会放你走 若是特别有用 我还会赏赐给你一些语泽单 语泽单 多谢前辈 其实在下来到黑海岛之前 曾是六道宗的一名修士 当年我在六道宗的时候 曾发现六道宗的领导之内 有个特殊的洞府 这洞府 竟是神月老人曾经定居过的地方 此言当真 我在六道宗待过的时间也不短 可有关于神月老人的消息 却从未听说过 绝对当真 绝对当真 在六道宗内 有一座灵力最为充裕的岛屿 是灵丹修士们的定居修炼之所 这座岛屿被称之为领导 那个洞府就在领导之内隐藏着 此洞府算是半开启的状态 当年我在六道宗修炼的时候 曾经碰巧进入过其中一次 只是待了没多久就出来了 怎么样前辈 晚辈可以带前辈前往这个洞府一探究竟 你怎么确定这洞府就是神月老人的 并前辈 因为洞府内有很多他的画像 不过大部分宝物都被修士们瓜分了 晚辈也抢到了一柄飞剑 你是说这洞府内有用的东西 全都被人给搬空了 前辈息怒 我绝不会拿一个空洞府来骗前辈 其实这洞府内还有一件密室 密室门口的阵法非常强大 普通凶事根本破不开 但以前辈的实力 完全可以轻易将其开启 里面肯定还有这不少神月前辈的宝物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看来要往六道宗跑一趟了 等会儿你跟我一同前往六道宗 探探这洞府隐秘 若此事当真 我会重赏于你 好的前辈 这是之前答应给你的宇泽丹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前辈果真是说到做到之人 这么快就兑现了 承诺的奖励 前辈 我也有隐秘要告诉你 让我先说 保证前辈会赶进去 先带我去无尽的洞府看看吧 灵压熟失了 前辈 请随我们来 前辈 这里便是无尽的修炼之所 不过连第一道阵法我们也无法开启 不 此处并不是真正的无尽修炼之地 什么 此处若不是 那真正的无尽修炼之所会在哪里啊 在那儿 坐 居然是个隐蔽阵法 走吧 进去看看 又是一块神月洞府排便 这是 开 居然是一张标注了神影之地位置的地图 除了这地图外 无尽的洞府里空荡荡的 太不正常了 堂堂无尽就留下这么点宝物 确实有些奇怪 但晚辈也不清楚 会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个人提前过来取走了 前辈明鉴啊 我们绝对没有击满前辈 你别在这儿挑拨离剑 够了 不必多言 何居易 接下来 你随我一同前往六道宗吧 遵命 小勇 既然这些修士已经没用了 不如全都杀了 留着还有可能泄密 前辈扰命 前辈扰命啊 还是 留他们一命吧 他们也没犯什么太大的过错 但今后 若是再让我发现尔等不守规则 必定让你们生不如死 是 是 金道友 此处如果有一间洞府 你认为会在什么地方 难道你猜测无境 还有一个真正的洞府藏在附近 不错 放眼方圆数万里 恐怕只有这附近 最适合无境隐藏洞府 我去找找 顺仪之法 只有灵尊强者才能施展出来 两位前辈 竟有着灵尊境界的修为 我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 如何 我搜寻了一番 并没有什么适合 隐藏洞府的地方 前辈 前辈 我有法子 哦 这附近经常会有一些杀人夺宝的修士 他们就藏在隐匿阵法中 前辈何不将这群人找出来问问话 定会有所收获 那些偷鸡摸狗的小辈能知道些什么 方才我已经仔细寻过了 难道你认为我会看走眼吗 前辈误会了 晚辈也只是随便说说 你说的有几番道理 刚才经道友去搜寻洞府位置 应该是按照正常洞府的构建位置搜寻 但道友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 无尽将洞府布置于此 就是为了隐藏 所以他很可能不去按照常理来构建洞府 这好吧 也许真的是你说的这样 以无尽的修为 改变灵脉走向 隐藏洞府易如反掌 那些修士说不定知道一些什么异常迹象 好 咱们去把他们给找出来 晚辈曾经和这些人打过交道 对于他们的习性有些了解 让晚辈来带路吧 行 咱们走 前辈 他们就在这附近藏着 你们还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速速卸身 好神通 距离几十兆 就发泄了我们 你身上有什么不错的宝物吧 老大 快动手吧 这几个人一看就有好东西 别急嘛 总得先和几位道友寒暄寒暄 你们既然是生面孔啊 来这附近干什么 找你们问点事情 问事情 先把你们的过路费留下吧 动手吧 这可是块难得的肥肉 是 什么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前辈饶命啊 我都知错了 这珠子的气息 跟魔种几乎一步一样 魔种可是极其稀有的东西 除了当年在张小小身上得到的那颗之外 我再也没有见过其他的 这群人之所以隐匿性这么强 看来跟这东西不无关系 不过这黑猪并不是魔种 只是有着魔种的气息 他们竟然每人都有一颗 三 多谢前辈饶命啊 晚辈名叫 少废话 你们的阵法和黑色珠子 从何而来 这 这阵法和珠子 是我们从其他修士世上得到的 你们来到此地多久了 兵前辈 我们在这里大概有十几年了 据我所知 有一名修为极高的修士 在此构建了一间洞府 倘若你们能帮我找到这处洞府 我或许可以考虑饶你们一命 前辈 这批荒岛哪有什么洞府啊 倘若此地这有什么洞府 估计早就被某个同行给抢空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好想想再回答 否则 你们就把命留在这里吧 我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 或许对前辈有用 哦 说来听听 许久之前 这附近有座岛屿 经常会发生修士失踪的事件 具体一点 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嗯 修士们最开始失踪的时候 应该是在七八年前吧 按照这个推算 倒是与无尽初次进入神异之地的时间差不多 那些修士是在哪座岛屿失踪的 赶紧带我去看看 是 前辈 就是这里了 我感受到了前方 有只微弱的神力痕迹 果然有条密道 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岛屿上 竟然还有一处临时洞穴的存在 里面还藏着一处神力灵眼 果然 这里就是无尽的洞府 嗯 这是 无尽的命牌 旁边还放着不少书 等等 这本书上 无尽称神月老人 为尊师 他们二人竟是师徒关系 和无尽也是神体 为什么神月老人不选择强占他的肉身 那样不是更容易得手吗 这典籍上 主要记载了一些 关于神族的修裂心得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许多神族的低级法觉 带回去慢慢研究吧 为何书里没有任何 关于神月老人的记录 胡道友 没想到 你一下子就找到了 无尽的洞府 运气好罢了 正好 你们俩把此地的零食 收集一下 然后咱们就出发 前往六道宗 包在我身上 临时宝贝 我来了 这 是谁擅自把他们杀死的 古道友 这群人已经没什么用了 我怕他们日后报复 所以 我看你最近煞气很重 稍有不顺心意 便要动手杀人 似乎有些过于张狂了 古道友 我虽然受控于你 但并不是你的奴仆 杀不杀这些人 是我的自由 你若是对我不满 大可以将我给收回去 你都这么说了 我就满足你了 本以为金骏兽 已经沉浮于我 没想到 他身上的凶兽秉性 依然没有消失 得好好关他一阵 摸摸他的凶性 前 前辈 走吧 该去六道宗了 来来来 瞧一瞧 看一看了 九转金丹 包治百病嘞 八八四八太金丹炉 人炉分离三十米 自动炸底 前辈 这里真的是六道宗吗 没想到 我离开这么多年 变化会如此之大 前辈 你等等我呀 阁下是 烦请小兄弟 通报一下宫门主 就说 谷云回来了 前辈认识谷门主 请您稍等 在下立刻前去通传 谷道友 真的是你 宫道友 好久不见了 恭喜谷道友 您担成功 我现在应该 称呼您一声 谷前辈了 您担成功 谷前辈不是 灵尊境界修为吗 难道他已经 公道友的修为 也增长了不少 不过 若想宁结灵丹 恐怕还得付出 不少努力 谷前辈说笑了 我的资质 本来就不高 能够有现在这等修为 估计已经是极限了 这位是谷前辈的好友吧 也可以一块来看看 在这访试随便走走 或许 能找到需要的宝物 好 好的 谷前辈 这里是我专门建造的方式 当年咱们灵草门的药店 名气极大 但要价格又实惠 吸引了大量修士钱来购买 我便弄了这么一处地方 将生意做大 当初让你接任门主 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前辈过奖了 前辈还记得吗 这下方就是当年 我们躲避海蚁群的洞穴 现在我将其改造成了拍卖行 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拍卖会 前来参加拍卖的修士进入地下洞府会非常安全 当然我也没有彻底开放所有的地下洞府 若是在有受潮入侵之时 这地下洞府可以随时开启或关闭 保护六道宗的弟子们 如此甚好 当年我挖掘这地下洞府的时候 没想到还能有这等妙用 见过古前辈 你们来了 听他们的意思 我离开之后的这些年 六道宗能够有如此大的变化 竟都是古前辈造成的 古云 你终于回来了 古云啊古云 多年未见 不知你如今过得如何 听说你也凝聚了灵丹 老夫是时候去拜访你一下了 古云山 古云人哪 古 古前辈 刚刚前往了小领导 拜访几位灵丹静的前辈去了 小领导 古云 等着我 莫长老还是这么有活力啊 站住 前方静止通行 两位道友 六道宗虽然开放房室 但却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入的 你们还是请回吧 敢问是宋侧道友吗 在下何去意 何道友 道友不是去海外寻宝云游了吗 说是何道友 有回归之意 我等自然是欢迎的 等等 旁边这位不是古云吗 而且也已经灵丹成功 真是可喜可贺啊 我六道宗又多了一名灵丹长老 两位灵丹修士归来 可不是什么小事 我这就去通知其他人 诸位长老 许久不见 前几天我偶遇于古前辈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便跟随他重回了六道宗 前辈 你一个灵丹修士 竟然称呼古云为前辈 好强的灵丫 如此强大的灵力 难道古云当年隐藏了修为 把我的目的告诉他们 是啊 今日古前辈来此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进入那间秘密洞府 这古前辈若是想进入其中 自然是可以的 相信其他道友也都没有意见 我 我没意见 我 我也是 嗯 很好 你将我带进洞府之后 便可以离开了 这是你的奖励 多谢前辈 对了 还有一事 诸位道友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内海的消息了吧 妖族即将大举入侵 外海非常凶险 一旦妖族到达 谁也逃脱不掉 什么 六道宗若想全部迁移 的确是非常麻烦 特别是低阶弟子 恐怕要花费数年的时间 古前辈所言属实 我建议诸位道友 一起回到内海吧 这 听说古道友归来 老夫特意前来拜访 古道友 多年未见了 居然是莫道友 恭喜莫道友 进阶灵丹进阶 同喜同喜 没想到古道友年纪轻轻 就能达到如此修为 真令人羡慕 莫道友 我还有些事 就先告辞了 等你到了内海 可以来江罗宗 找我叙叙救 好说好说 咱们内海再聚 前辈 请随我来吧 何聚义居然称呼 古云为前辈 他不是六道宗 叫早的长老吗 莫道友 如今的古云 已经不是当年的古云了 实力早已不容小觑 古云还如此年轻 莫非 他能有机会 进阶灵尊境界 这上千年来 还从没听过哪位修士 能达到如此高度呢 这是 禁制阵法 前辈不必担心 待我将这阵法给破开 前辈 当时我们是好几个人 现在仅凭我自己 破开这道禁制阵法 似乎有些难度 这阵法 毕竟是由神愿老人亲自设置的 你知道 他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吗 这洞府 并不是他所建造 而是早已存在的吧 这洞府并不是他所建造 而是早已存在的吧 没错 据说神愿老人 之所以能发现此洞府 是因为一只火灵体 他离开这里之后 又去了哪里呢 唉 神愿老人向来行踪诡异 晚辈只知道 他在到达黑海岛不久之后 就意外失踪了 无论如何 先进入这洞府内看一看吧 顾前辈这是挥手之间 便开启了我们几大长老 何力也没能打开的阵法 我先进去了 好浓郁的灵力 难怪何俱一等人 无法在此待太久 此处的灵力 简直是强大到可怕 没有太多的时间停留了 必须尽快找到 进入内府的通道 什么 墙壁居然恢复如初 天灵之火 有效果了 这灵石壁的背后 似乎有一个极其强大的火灵体 应该就是何居一所说的那个 神愿老人来到这处洞府的目的 果然就是为了这灵体吗 总之这东西 我确定 铁甲傀儡 上 前辈为何要多多相逼 非得破开我的藏身之地 这洞府之内所藏的灵体 竟然已经化身人形 能够口吐人言了 立刻现身吧 或许我还能考虑一下 不破开这洞府 前辈秀为如此之高 又何必非要捕获我这灵体之身 少说废话 我只给你三息的时间 否则便不再与你多言 一 拜见前辈 还望前辈能饶我一命 说吧 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若是有半点隐瞒之处 我定不侵饶你 晚辈 那是由地火之灵 滋养数万年 才凝聚而成的灵体 一直在洞府内修炼 有时地火滋养不够 我才会分出一丝火灵 吞噬外界灵力 从未影响到宗门弟子 还有呢 关于神月老人的仪器 都如是说来 晚辈 晚辈之所以能够凝聚成灵体 的确是受了神月前辈的帮助 哼 我设置一个地火凝聚阵法 并传授给我灵体修炼法诀 以及如同前辈身上的神族传承 哦 你竟然能够发现我身上的神族传承 这灵体身上竟然也有这神族传承 还是神月老人教给他的 难道在两万年之前 神月老人就已经得到了神族传承 那他为何不用自己的神族传承来修炼呢 你继续说 晚辈因为是灵体的缘故 并没有完全炼化这神族传承 只吸纳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现在晚辈愿将这神族传承献给前辈 这就是神月老人曾经获得的神族传承 我猜猜看 此传承乃是源于一名女性古神 而你也仅仅是吸纳了她的容颜传承 对吗 正是如此 前辈 您赶紧收下这份传承吧 什么 居然被排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